新生儿几天波拉大变正常吗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李小全 西岩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 我们知道这个新生儿呢 出生以后呢 我们要给他喂养 通常喂养的两种方式 就是我们齐畅的是母乳喂养 尽量吃母乳 如果没有母乳 或者因为某些妈妈某些疾病的话 不能吃母乳 那配方奶的喂养也是完全可以 满足新生儿的生理需要的 我们先说吃母乳喂养的孩子的大便 通常是金黄色的 西的软便的 有时候一天拉两三回三四回 尿七八次 如果是奶粉喂养的 往往每日大便呢 就是一两次 但是有一些新生儿就说 如果他在这个新生儿期 他的大便呢 一直是两三千两三千 他一直是习惯 他也不吐 肚子也不胀 他也不闹 那也是算正常的 当然如果说这个新生儿 他的排便习惯是每天两三回 结果呢 最近一段时间来 他突然四五天不拉大便了 那这个时候你首先要看他有没有别的不适 比如说他不吃了 或者是他吐 或者肚子特别胀 那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就是因为有便秘 这个时候你就要到医院去 看医生 医生可能给点灌肠 或者给点开塞路 让他这个直肠 干阶的这个大便排出来 这个时候就好了 我看你了 那时候就要到医院了 那时候就要到医院了